到了那个时候 你引起了整个魁皇朝高层的怒意 就算有巨鬼王在你背后撑腰 你也要付出代价 而你若怂了 那么这一次 你一样也要如丧家之犬 被人轰杀 无论是出手 还是不出手 你都输了 没人能救得了你 周虹想到这里 内心也都激动不已 他为人牙子必报 练魂湖内被白小春踩在脚下 是他这一生的噩梦与羞辱 对于白小春的恨意极深 多次尝试报复 虽都失败 可这一次 他相信必定成功 这次的计划 我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 就算是追查 我的责任虽有 但也不是绝对 实在是你犯了众目 所以我一开头 就有无数人暗中推动 白昊 不仅仅我要杀你 整个魁皇城都要杀你 嘿嘿 周虹阴险地笑了笑 然后深吸口气 快速更快 远远看去 此刻魁皇城内 数百道身影 无视城池的侍卫 飞跃而出 从四面八方 直奔八十九区 这一幕 被无数路人看到后 在认出了里面的人物后 全部心头一震 至于那些侍卫 也都面色大变 那是陈雄 还有小狼神 李天圣诏东山 这些可都是天骄之辈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看样子要出大事了 第七百四十八集 小纯大怒 深夜 有明月当空 使得夜色下的魁皇城 看起来并非模糊 尤其是配合不少建筑内的灯火 虽不如白天那么明亮 可对于修饰而言 已经是很清晰了 在这魁皇城内的数百道身影 直奔白小纯这里陆续而来时 此刻的白小纯 铺子的大门已经关了 他正在内屋 与白浩魂一起 炼制十七色火 这十七色火 白小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之前有过几次实践 虽都失败 可如今已经是有了足够的把握 这里面当日十八色的炼制 容火镜的体会感悟 都给了白小纯很大的触动与启发 再就是与孙亦凡 以及司马涛的交流探讨 使得他对于十七色火的琢磨 更为透彻 进度推动不少 最重要的 还是白浩魂的相助 师徒二人每次遇到困难 都会相互商量 如今已经彻底解决一切问题 在这炼制中 白浩魂更是目不转睛 一旦看到炼制出现偏差 他都会立刻提醒 虽到了如今这样的程度 白小纯这里 已经不会出现偏差了 可白浩魂还是认真无比 他看着自己这师尊 全神关注的炼火 那执着的表情 严肃的面孔 都让白浩魂心中生起感叹 师尊虽平时看起来不靠谱 可在这炼火上的认真 是很多人所不及的 尤其是他的把握与操控 更是急稳 那种不研究透彻 绝不炼火的观念 还有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执念 都是他有如此成就的原因 白浩魂默默地望着白小纯 心底难难 他知道自己的帮助有作用 可他相信 若是换了其他人 自己再怎么帮助 怕是也很难达到 师尊这样的成就与高度 师尊 我一定帮你达到天品练魂师 白浩魂目中露出坚定 至于他自己的修行 他已经不去考虑了 实在是这个天地间 他不知道有几个鬼修 可在认知中 似乎他是第一个 也只有他一个 所以鬼修的功法 根本就是没有的 这一点白小纯也着急 来到这奎皇城后 也在暗中寻找 可惜却一无所获 不过白小纯似乎有了其他的方向 安慰白浩魂 让他不要心急 他必定能给自己这坨 找来一套鬼修之法 想起师尊曾对自己 说过的这些话 白浩很放心 他知道 自己这师尊虽有些不靠谱 可答应自己的 必定会去做到 想到这里 他赶紧收敛心神 继续关注师尊的炼火 而此刻 白小纯的十七色火炼制 也到了关键时刻 那火海被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大量的冤魂被吞噬 他小心操控 一点点的推动 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的那十六色火海内 隐隐似要出现第十七色 就要成了 白小纯喜不自禁 正要继续凝聚心神去操控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他的铺子外 传来一声惊天轰鸣 大地都震动起来 更有带着杀鸡的怒吼 随之回荡 白浩 受死 随着声音而来的 是十多道身影从外面 直接轰开了铺子的大门 踏破屋顶 冲杀而来 白小纯内心一惊 他如今正是炼士七色 火的关键时刻 被外面的震动 惊扰不说 那十多道身影的杀鸡 更是让他这里心神震动 一时有些茫然 而他四周的那团 即将出现十七色的火海 在这一瞬 也因白小纯的心绪波动 立刻不稳 白小纯控制不住 面色变化的刹那 他所在的内屋 也被人直接轰开 该死 白小纯面色大变 来不及思索太多 火海瞬间失控 轰鸣中 向着四周猛烈的爆发开来 危机关头 白小纯只来得及 一把抓住白号魂 取出桂纹锅 直接扣在身上 几乎在他将桂纹锅 扣在身上的瞬间 那十六色与十七色 混杂的火海 轰隆隆滔天而起 向着四周 疯狂地扩散开来 那十多个天骄身影 刚一踏入内屋 还没等看清 就立刻热浪扑面 一个个亥然中 急速后退 可还是晚了 瞬间就被这十六七色的火海 直接淹没 七粒地惨叫 刹那传出时 这十多道身影 成为了火人 急速倒退 其中有那么三人 他们闪躲不及 没取出防护之物 而这火海又急惊人 居然在这火海中 在那凄厉的惨叫中 肉身瞬间成为飞灰 甚至就连灵魂 也都在这一刻 紧接着被那火焰 刹那焚烧得干干净净 死人了 这一幕 让那些倒退的魂羞 一个个心神狂震 面色聚变时 那火海狂暴 直接覆盖整个铺子 无论是内屋 还是院子 又或者是铺面本身 都在这一瞬 四周的铺子也都被波及 火光顿时冲天 引起四周哗然的同时 远处数十道身影 也从四周来临 亲眼看到这一幕后 他们也都吸了口气 没想到有这种突发变故 但如今已经到来 只有一条路可走 一起出手 小狼神在这群人内 他原本不打算最先到来 就算是到了 也打算在后面出手 可眼下只能咬牙 发出嘀吼 就在这时 一声更为暴怒 让人闻之心颤的嘶吼 从那火焰内 惊天动地地爆发出来 白小纯掀开闺蚊锅后 他看着凝聚自己心血的铺子 看着这自己与徒儿费尽心思 化解一次次事情后 越发红火的铺子 如今成为了焦土废墟 他的怒意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的双眼瞬间冲雪 他整个人的怒火 腾染而起 这里是他的家 这段日子 这里让他在蛮荒一时 有了些归属感 可眼下一切都没了 被一群暴徒冲进来 毁灭了所有这一切 让白小纯这里 已经开始发狂了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白小纯愤怒气急地浑身哆嗦 他立刻就将野兜 愤怒的白号魂 收起保护好 随后眼中带着血盲 努力克制自己后 他的神识内 察觉到四周的敌人 足有数十之多 甚至更远处 还有数百道身影 正急速而来 这一切 让白小纯立刻明误 今日之事 必定是一个对自己的杀局 尤其是他看到外面 那些出手之人的样子后 他就立刻更确定了这一点 所以压下怒意 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取出传音预检 直接向着巨鬼王传音 巨鬼王那里 在得着这一切后 也是一惊 但他一向霸道 略意沉音后 就直接对白小纯回复 白号 你是我巨鬼王的女婿 岂能受欺负 给我打 有老夫在 什么都别怕 只要人不死就可以 我这就先让莫儿去助你 我立刻去给大天使传音沟通 这是 老夫必定为你做主 听到巨鬼王的回答后 白小纯胆气大壮 猛地抬头 他的怒意 此刻再也压之不知了 轰然爆发 身体一晃 直接冲出火海 欺上我家门 回我店铺 这是你们逼我的 白小纯声音如天雷 在这四周轰隆隆地炸开时 他的身影已如闪电般 刹那出现在了一个杀来的 元英魂修身前 这元英魂修正是小狼神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当看清了白小纯后 面死狂变 白号你听我解释 我小狼神内心颤抖 正要后退 可白小纯带着怒意的一拳 直接就轰杀过来 生机又多了是不是 要来找念是不是 给我下去躺着 白小纯一拳落下 具象惊天动地 任凭小狼神如何挣扎 甚至变身去反抗 可还是改变不了 当初炼魂湖内的结果 全身狂震 鲜血喷出 发出凄厉的惨叫后 被白小纯直接一拳 从半空中打下 撞在了地面上 四元英都要被震出窍 直接昏死过去 第749集 势如破竹 一拳将小狼神轰在地面上 甚至地面震动中 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小狼神浑身满是鲜血 一动不动的样子 立刻就让四周众人 纷纷吸气 一时尽被震住了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白小纯就带着怒意 身体如鬼魅一般 刹那消失 出现时 又在了第二个魂修面前 你也给我下去 怒合声中 那魂修面色大变 正要反抗 可却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原因居然不稳 修为之力 也都出现了运转上的停滞 失声惊呼中 他根本就来不及去应对 在一声巨响下 白小纯的拳头 就直接砸在了他的肩膀上 咔嚓一声 此人整个肩膀都粉碎 惨叫中 身体与小狼神一样 直接就被轰在了地面上 没有结束 白小纯的怒火 已经彻底燃烧起来了 换了谁看到自己 辛辛苦苦经营的铺子 被人这么的就给毁了 都会受不了 尤其是白小纯 在寝食了巨鬼王后 更是无所顾忌 不想结束 连续轰下两个魂修后 白小纯再次一晃 出现在了第三个权贵天骄面前 一速后退 口中更是发出七粒之音 白浩 你敢杀我 不敢 白小纯神色猙獰 用更大的声音咆哮一声 这声音气势很盛 可话语的内容 却是让那中年男子 一愣 眨眼间 白小纯就已然临近 右手速度之快 瞬息就一把抓住 这中年男子的脖子 向着下方地面 猛地抡杂了过去 轰的一声 这中年男子喷出鲜血 体内原因都差点被这一砸 直接砸出体外 五脏六腑都要崩溃 一样昏迷过去 当我傻呀 杀了你 就浪费了生机 白小纯丝毫不觉得 自己这句话没有气势 反倒觉得 这才显示出 自己的神武霸气 正要再次出手 此刻经过这么一些时间 四周那数十人 也都从方才 白小纯的恐怖中反应过来 他们一个个修为都不俗 虽里面有不少 是杰丹 可毕竟也都是 各自家族的天骄之辈 远超同镜 眼下虽看出白小纯强悍 但他们人多势众 立刻就有人急速开口 一起出手 这白号就算再厉害 莫非有三头六臂 他惹了众魔 今天必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话语间 四周这数十人 一个个修为全部运转 掐绝间 种种神通瞬间出现 五光十色 形成一片树法大浪 直奔白小船而去 这片树法里 有三条不同样子的树法魂龙 还有大量飓风 伴随着刀光剑影 甚至后方 还有人数法画做一只巨大的孔雀 开屏之后 形成一道道光剑 呼啸间似要穿梭虚无 直奔白小船 而远处 还有四五十道身影 正展开全速及时而来 甚至有的人还没到 可法宝已出 形成一道道长虹 直奔此地白小船 更不用说 在这四五十人的后方 四面八方 于这夜色里 也能看清 有更多的身影 正呼啸临近 已然将白小船这四周 彻彻底底地包围 这是杀局 杀局内的白小船 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双眼赤芒更盛 他的身体颤抖 但此刻以来不及多想 就算是逃 在这众人的包围下 他也都没有可能不被拦住 唯一的办法就是站 凭着自己的脆骨镜 带来的强悍的防护之力 去占着满天重修 白小船深吸口气 右手抬起时 立刻他的手中出现了永夜伞 此伞在面具的作用下 已改变了模样 外人看不出真相 在永夜伞取出的瞬间 白小船毫不迟疑 猛地撑开 几乎在这伞被撑开的刹那 那大片的竖法神通 就轰击而来 无论是旗内的长龙 又或者是狂风 还有那刀光剑影 此刻全部都被这永夜伞阻挡 白小船也是身体一震 他目中血色弥漫 身体退后几步 竟顺势直接落向地面 刹那就落在了 小狼神三人的身边 手中的永夜伞 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就在这三人身上 狠狠一戳 立刻这昏迷的三人 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们的身体肉眼可见的 急速枯萎 大量的生机刹那 就被永夜伞吸走 疯狂地融入白小船的体内 使得白小船 那停滞许久的脆骨镜第八重 再次开始攀升起来 三人里 除了小狼神外的那两个魂羞 他们还是首次被牺牲机 之前只是听说这白号歹毒 眼下亲身体验后 他们的惨叫格外凄厉 至于小狼神则好了不少 他已然经历了一次 是其家族用了不少办法 才让他生机很快补充恢复过来 此刻这第二次经历 他虽发狂 可却能勉强忍住 只是内心的苦涩与后悔 已经无法形容了 取出永夜伞 对抗众人数法 顺势落地 吸收小狼神三人生机 这一切如设计好的一般行云流水 白小船没有丝毫停顿 此刻吸完生机 他身体猛地就冲出 汗山状骤然爆发 直接就化作一连串的残影 掀起阵阵阴暴的轰鸣 撞在了一个原鹰魂羞身上 那原鹰魂羞鲜血喷出 身体颤抖的厉害 想要后退 可就在他后退的瞬间 其旁一个杰丹魂羞 竟不知死活地 向着白小船那里 漠然一指 这一指之下 竟有一枚绿色的拳头大小的珠子 直奔白小船而来 白小船面色一变 这个珠子的出现 让他心中莫名一惊 知道这珠子不一般 左手立刻掐绝 向此珠一指 这一指之下 他的控物之法蕴含其中 竟让那来势汹汹的珠子 猛地停顿后 漠然倒卷而去 那杰丹魂羞 面色大变 想要后退可却晚了 轰鸣中 这珠子 直接就碰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瞬间碎裂 化作一片绿色的阴死毒物 死毒惊人 所过之处 虚无都模糊 那杰丹羞逝的惨叫 凄厉无比 坚持了也就是两个呼吸 整个人就化作了一片血水 形神俱灭 四周那些魂羞 全部吸了口气 这一幕 让地面上的小狼神 黯淡的双目内 也都露出金芒 开始杀人了吗 白小船面色也难看起来 他不想杀人 虽之前的十七色火爆发 也已经烧死了几位 可现在 这还是 他首次主动杀人 虽严格来说 错不在他 可白小船明白 对方的家族 不会听自己的解释 他明白 这一次与炼魂狐有些相似 可却又有本质上的不同 炼魂狐理 他可以逃走 由雾气遮盖 且那些魂羞的长辈 进不来 可在这魁皇城 一切不一样 他没地方可以逃不说 怕是用不了多久 这些人的长辈就会出现 所以 白小船才传音巨鬼王 所以他之前才克制不杀人 只是现在没办法了 杀就杀了 又能如何 老虎不发威 你们真以为我是小猫啊 我虽不愿杀人 可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白小船眼线很利 面对着群毁了 自己铺子的重修 他的目中终于出现了杀意 瞬间出手 所过之处 他整个人如化身战先 成为了洪荒凶兽 杀招展开 四周咆哮更多 一道道术法神通 轰鸣而来 白小船右手握拳 直接一拳轰出 形成一片阴暴 掀起滔天之音时 他的身影 出现在了另一个魂修面前 永夜伞瞬间戳入 生机直接就吸个彻底 没有停顿 再次一晃 陆续吸收生机 这四周数十个魂修 自然没有一个是他一招之敌 远远看去 那些术法神通虽多 可却根本就追不上白小船 即便是有的轰在他那里 也都立刻被永夜伞阻挡 所过之处 势如破竹 血火之光 应照天地 第七百五十集 第九重天 魁煌城的这一夜 注定不平静 尤其是八十九区这里 更是火光硬照 嘶吼连天 白小船的双眼 已遍布杀鸡赤红一片 他的四周 那第一批到来的数十人 已经死了部分 其他没死的 也都重伤被吸了生机 处于火光中的白小船 他整个人看起来极为可怕 他本不想杀人 但别人却逼得他 不得不杀 他不想去招惹麻烦 可麻烦却总是到来 甚至屡次被欺上家门 而今天 他更是不想出手 他想要离开 但放眼看去 这四周一道道深意 正急速而来 根本就无法逃走 且魁煌城内 他不熟悉 逃走又能如何 其我逼我太善 白小船身体哆嗦着 一方面是气氛不平 另一方面 心里着实害怕 可却没办法 他只能希望巨鬼王 可以救自己 这个局他 自己已经解决不了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道神通述法 一片片法宝之盲 再次到来 是第二批来临的权贵天骄们 那些杰当魂修靠后 最前方的 赫然是一群猿鹰之人 尽管看到了白小船的凶残 可如今事态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他们也没有了退路 只有出手 轰鸣间 这第二批 足有上百魂修 从四面八方 陆续临近 在这部分人中 白小船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赵东山 李天盛 赫然在内 事态紧迫 容不得白小船考虑太多 他眼中杀意扩散 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直接冲了过去 远远一看 他的身影带着一股惊人的气势 冲杀临近 轰隆隆 巨像喧天 杀戮在起 白小船的出手 惊天动地 未不可当 所过之处 任何人面对 都要喷出鲜血 倒退而去 他的强悍 他的凶恶残暴 在这一瞬 让所有人都心神狂震 他比当初在炼魂湖 更强了 这就是白号吗 传说中 那个在炼魂湖内 战胜了所有人的白号 他的确强 可我们人多 这里是魁皇城 声音回荡间 四周众人急速移动 不断出手 一时之间 四周身影缭乱 根本就看不清晰 而李天胜在人群中 更是呼吸急促的掐绝间 散出一片片毒雾 他知道白小船厉害 所以并没有在最前方 甚至做好了准备 一旦不妙 立刻就逃 可就在他这么打算的瞬间 忽然的 李天胜面色一变 他的目光顺着人群 看到了被围住的白小船的双眼 白小船正盯着他看 李天胜头皮一炸 这目光他熟悉 他几乎瞬间就想起了 当初在炼魂湖内 白小船也是这么看着自己 而下一瞬 对方就绕开了周虹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成为了自己的噩梦 李天胜内心狂跳 猛地就要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 白小船很笑一声 汉山状再次爆发 肉身之力更是展开到了极致 肉身破空 近乎瞬移 永夜伞更是撑开 一路轰鸣 竟直接撞开了包围 顶着大量轰鸣而来的神通术法 骤然地追向李天胜 李天胜面色变得一片惨白 眼看着白小船刹那而来 噩梦重新降临 他急速后退中 从储物袋内 快速取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面孔也随之猙獰扭曲 低吼中 一把捏碎着心脏 随着心脏的捏碎 竟有一股女子的幽香 刹那散开 隐隐好似有一个女子的身影 凭空出现 带着痛苦 直奔白小船 白小船面色一变 立刻就察觉到 李天胜这手段不一般 那心脏怎么看 都好似人心 且这虚幻的女子身影 其胸口是空的 如心被挖出 白小船身体猛然后退 凭借极致的速度 避开那女子的身影 可永夜伞却被他直接扔出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李天胜而去 李天胜退后不急 永夜伞成为了他瞳孔内的一切 猛地穿透胸口 生机飞泻而出 李天胜只觉得剧痛中 天旋地转 下一瞬 白小船隔空一指 永夜伞归来后 他立刻转身 向着大地狠狠一案 这一案之下 立刻轰铃回荡 一道道立次拔地而起 形成防护 将四周轰来的神通阻挡 做完这一切 白小船呼吸略有些急促 可体内的生机之力 却是不断地磅礴起来 推动不死骨的脆骨镜 向着第九重突破 还差一些就可突破 白小船刚想到这里 四周的立次崩溃 那数十道身影 再次杀来 他已经有些眼花缭乱了 可也不需要去仔细看 也不需要去在乎对方是谁 他只知道 这四周所有人 都是敌人 轰隆 砰砰的声响 再次震天回荡 白小船速度极快 他不需要修为去顺移 只凭肉身就足够 如此一来呢 灵力消耗减少 他还可以坚持更久 而肉身之力地补充 这四周众人 就是他最好的补品 杀戮声 嘶吼声 又一次充斥这方苍穹 因四周浑修太多 永夜伞也很难防护全面 这就使得不少神通法宝 轰在了白小船身上 可任凭这些术法 落在他的身上 竟没有让白小船 这里停顿丝毫 尤其是他那好似仙魔般的身躯 竟对那些 结单禁魂修的术法 直接无视 这就让不少人 吸气心惊不已了 就算是原因术法与法宝 对白小船的影响 也不是很大 只要不是十多道神通 同时落在身上 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而十多道神通的话 永夜伞的存在 也使得白小船这里 能去抵抗的同时 依旧反击 他只要一拳 就可轰飞一人 只要永夜伞一戳 就能袭来生机 在这四周天骄看去 他们中的大部分 都从来没有想过 居然有原因修饰 能强悍到如此程度 这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简直太荒谬了 而白小船的肉身之力 更是让他们头皮发麻 还有那种速度 一样让他们心神震动 这是什么人啊 他还有没有破绽 他到底什么地方是偏弱的 速度 肉身 耐力 防护 都是绝顶一半 我们怎么站 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之人 越来越少 这些蛮黄魂羞 一个个都骇然的表情 都麻木了 甚至不敢继续出手 而是倒退开来一些距离 赵东山也在其中 他此刻已经开始后悔了 急速后退 生怕白小船看到自己 此时他心底发出 更有悲哀 我怎么一时昏了头 又来找这煞心麻烦 他可千万别看到我 赵东山这里祈祷时 他们的后方 又有上百道身影 急速来临了 周虹也在其中 眼看着四周战场惨烈一片 地面上有不少生死不知的身躯 还有那正在不断后退的众人 越发疏散的包围中 那浑身充满了铁血冷酷 与疯狂暴虐的白小船 就算是周虹 也都内心狠狠一颤 但很快 他就目中露出狂喜 你终于杀人了 白昊 这一次 谁也救不了你 几乎在周虹来临的瞬间 白小船用夜伞 从一个魂羞体内抽出 身体中的生机量变的积累 达到了质变 自己的脆骨镜突破了 不再是第八重天 而是达到了第九重天 抬头时 白小船一眼就看到了远处的周虹 周虹 白小船目中杀鸡狂闪 身体刹那冲出 直奔周虹 与此同时 在魁皇城外 巨鬼军团内 红尘女坐在其赤色的大帐内 皱着绣眉 一脸的阴沉 她的手中拿着一枚传音御剑 里面正有巨鬼王的声音 在她脑海里不断地回荡 这白昊就是一个祸害 红尘女咬牙认定 她认为自己 已经帮过对方一次 上一次若不是她 怕是那陈家的天宫就要追究了 虽此事也让她获利 内心有了一些触动 可这触动不深 且时间也久了淡漠了 如今听到自己父亲 又来让自己去保护白昊 她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 既然找死 那就去死好了 红尘女冷哼一声 正要放下御剑 可很快地 传音御剑内 巨鬼王四眼怒了 不知说了什么 使得红尘女沉默片刻后 深吸口气站起身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她 说完 红尘女带着怒意 直接走出大帐 召集巨鬼军团浑修 带着数十人 直接飞向魁皇城 直奔八十九区 同一时间 在这魁皇城内 几乎所有的权贵强者 都纷纷接到了 自家子嗣天骄的传音 一个个都神色变化 好大的胆子 尤其是听说死人的事情后 很快地 但凡是参与了这场事情的家族 都立刻派人出面 甚至还有一些 是亲自过去 第七百五十一集 皇族密阵 在这红尘女 与那些权贵大能出动的同时 白小纯这里眼睛赤红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红 冲出包围 杀向周红 周红面色一变 她知道白小纯的厉害 不但万不得已 不愿与其正面接触 此刻急速后退 口中却传出阴冷之声 这白昊已杀人 今日必死 我们要做的 只是将其拖住就可以 大家一起出手 将其轰退 她四周众人也都看出了问题所在 尤其是里面那些 参与了炼魂壶之事的魂修 更是知道这是报仇的好机会 此刻纷纷出手 一时之间 竖法比之前还要强烈太多 化作了层层推叠的大浪 向着来临的白小纯 直接拍击而去 白小纯身体一晃 涌夜伞撑开 速度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快 搜索而去时 她更是右手一拍储物袋 立刻一把炼灵十六次的黑色长枪 直接就被她拿在了手中 依靠涌夜伞 直接冲进了后 白小纯大吼一声 手中的长枪瞬间刺出 一个巨大的漩涡 被白小纯一枪形成 轰鸣四方时 周红吸了口气 再次后退 与此同时 在这周红身边 始终跟随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面色阴沉 目中却好像在算计着什么 眼看白小纯竟杀了过来 立刻目光一闪 取出一面古朴的罗盘 诸位道友 按照我罗盘指引 各自归位 这青年话语一出 她手中的罗盘 竟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更是与白小纯的四周 降临投影 那投影中有上百的光点 错综地 环绕在白小纯四周 甚至随着她的冲来 也在移动 四周重修眼看如此 纷纷目光闪烁 立刻选择靠近的光点 迅速归位 当第一个魂修归位后 瞬间她身上出现了一副光甲 更有一丝丝雾气 凭空在白小纯四周缭绕 白小纯面色变化 她立刻就感受到了 一丝威压降临 很快的 随着归位之人越来越多 每个人身上都在归位后 出现光甲 这些光甲 更是彼此连在了一起 而白小纯四周的雾气 也越来越多 形成了惊人的威压 使得白小纯在那阵法内 身形受阻 甚至周虹也亲自参与进去 使得这阵法之力 顿时更为强悍 不过也不是所有来人 都继续选择了与白小纯为敌 尤其是之前的那两批 如赵东山等人 此刻纷纷被白小纯的战力震慑 哪怕看到白小纯被阵法包围 也都迟疑中 没有选择靠近 纷纷退后 一群没用的东西 周虹眼看赵东山这些人如此表现 冷哼一声 没去理会 而是与四周众人一起 环绕阵法 使得这阵法浑然一体的同时 每一次散出的神通术法 都如同集合了众人之力 惊天动地 白小纯面色难看 在这阵法内不断移动 她的四周都是雾气 仿佛逆转乾坤一般 使得她找不到丝毫方向感 而这还不算什么 来自四周的威压 此刻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道剑光 从四周尖笑而来 这些剑光 让白小纯眉头紧皱 任何一道剑光 其威力都不小 甚至她拿出涌夜伞 也都在阻挡时 身体被轰得倒退 震得全身气血翻滚 她看不到外面 可外面的人 却是能看到白小纯 赵东山就清晰地看到 随着四周那上百魂修的移动 白小纯四周的空间越来越小 可以想象 随着时间流逝 一旦这阵法运转到了极致后 也就是 其杀劫降临之时 这是什么阵 赵东山也都吸了口气 心神异震 周红此刻一边冷笑 一边随着阵法移动 感受着体内修为 被身体外光甲吸走 同时也注意到了 阵法内的白小纯 其闪躲的举动后 她不由地看了眼 那在阵法外 手持罗盘 不断拨弄得面色阴沉的青年 二皇子给我派来的这个帮手 的确是个阵法上的大能之辈 白昊啊白昊 你怕是没有机会知晓 真正对付你的人 除了我以外 还有二皇子 甚至此事大皇子也都默认 你得罪的不仅仅是权贵 还有皇族 在周红冷笑时 阵法内的白小纯 此刻面色更为难看 她身体一晃 汗山状直接爆发 速度也展开极致 向着一个方向 直接冲去 轰鸣中 阵法震动了一下 可白小纯却被一股大力反弹而回 面色难看时 她也察觉到了 这阵法的防护 自己很难穿破 这是集合了外面众人的防护于一体 白小纯身体一晃 避开一道道穿梭而来的剑光 那些剑光内蕴含的气息 让她一样感受到 这些剑光的威力 也在不断地加强 怕是用不了多久 这些剑光 都会无限地接近天人 甚至达到天人的程度 白小纯吸了口气 这阵法之力 让她很是心惊 此阵竟如此玄妙 且布置起来 居然速度这么快 一般来说 越是威力巨大的阵法 在布置上 就越缓慢才是 白小纯皱起眉头 脑海浮现出站在周红身边 那个取出了罗盘 开口布阵的青年 此人她很陌生 但确定 不是练魂湖内出现之人 你们真的认为 区区一个阵法 就可以将我困住 白小纯猛地抬头 眼中露出一抹疯狂 她知道 不能再单的下去了 巨鬼王能不能让红尘女出现 来帮自己还是两说 她不能干等下去 这阵法威力 正急速攀升不说 且一旦时间久了 对她本事而言 也是危机 那么就看看 是你这阵法厉害 还是我的不灭地圈更狂暴 白小纯缓缓地 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息来 她身上的一切气息 一切波动 都在这一刹那消失 全部如倒卷一般 收缩到了极致 甚至就连自己的生机 也都在这一瞬 消失如被压缩 仿佛河流逆转 从一切江河中倒流 全部汇聚到了源头 一切神识看去 都在觉察不出 白小纯丝毫的气息 肉眼去看 也只能看到她在那里 似乎成为了尸体一般 这一幕 让赵东山愣住 可周红却是在看到后 面色猛的变化 顿时几乎 她要用出那一拳了 周红四周 组成阵法的众人里 也有一些曾在炼魂湖内 亲眼看到了 这一拳的惊天动地 此刻都面色一变 纷纷体内修为全面爆发 实在是那一拳的阴影 让他们一生难忘 只有那手持罗盘的青年 嘴角露出一丝轻蔑 她没见过这一拳 也看到了周红等人的色变 可她相信 自己这阵法天然以下 无人可破 皇族秘阵 岂能是这区区一个白号 就能破开的 可他们不知道 包括周红也不知晓 如今的白小纯 她即将施展的这不灭地拳 与曾经他们看到过的 威力截然不同 当初在炼魂湖内 这不灭地拳 只是白小纯的肉身一倍之力 可现在随着她脆骨镜 从第八重天 突破到了第九重天后 她的不灭地拳 已经可以爆发出 两倍的肉身之力 一倍就已经撼动八方 如今两倍的话 其威力到底多大 白小纯也不知晓 可她明白一点 就算是红尘女 亲自来面对这一拳 也必定受伤 此刻 白小纯眼中 也都平静无波 整个人好似枯目一般 唯独她的右手 此刻抬起 握住成为了拳头 在这一拳握住的刹那 她的拳头外 赫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这漩涡如黑洞一般 再出现的一瞬 竟让其四周扭曲 甚至那些来临的剑光 在这扭曲中 也都被影响 竟纷纷瓦解 一股旋直又旋 可有让人心底 骇然恐惧的气息 从那黑色的漩涡内 骤然散出 扩到八方 弥漫阵法的刹那 让这组成阵法的众人 全部心神悸动 内心深处 产生了一股惊骇 无比的强烈危机感 那手持罗盘的青年 也是面色漠然变化 她手中的罗盘 竟在这一瞬 剧烈地颤动起来 似要出现不稳的征兆 不可能 罗盘青年 经不住失声惊呼 要知道 对方这还仅仅是 起手势啊 第752集 天人一拳 就在周弘等人 以及这罗盘青年 纷纷骇然失声的瞬间 突然的 一股滔天的霸意 轰鸣中就从这阵法内 惊天动地而起 那是一尊巨大的身影 穿着地袍 带着地关 经炼具之力遮盖后 虽外人所看模糊 可其身上的霸意 无论是组成阵法的众人 还是赵东山等 远远避开之人 全部都心神轰鸣 一个个都喘着粗气 似乎在那身影的面前 他们是那么的渺小 只能去仰望一般 尤其是周弘 他的感受更为清晰 因为他在炼魂湖内 经历过一次 白小船的不灭地权 他这一次 他清晰地察觉到 眼前这个身影 竟然比当初 还要让他震撼 不但更为真实 且那霸意 也如同实质一般 与之前炼魂湖内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压得他 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只周弘身体 猛地就颤抖起来 他都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此刻组成这阵法的所有人 全部都脑海瘟鸣心下 恍然思绪翻腾 就在他们这里震撼时 阵法内的白小船 他猛地抬起头 面无表情 右手也随之扬起 向着正前方 明明是一片虚无雾气的地方 狠狠地一拳落下 他的心中 更是轻贺一句 不灭地权 轰轰 轰隆隆 他身后那巨大的地影 也随之抬起了拳头 一样轰出 这一幕 远远看去 根本就看不到白小船 能看到的 只是那阵法中存在的地影 如同逆一切 崇高无比的至尊 向着前方 一拳打出 难以形容这一拳的气势 仿佛所有的言辞 都无法去表达太多 在赵东山的眼中 他只看到这一拳落下后 似乎这方天地有神降临 令风云变幻退散 一股惊人的意志 居然冲天而起 成为了这里的天意 天天人赵东山彻底傻眼 四周所有人 全部心脏狂跳时 那阵法传来滔天轰鸣 更有咔咔之声 此起彼伏 不断地扩散出来 组成阵法的所有人 包括周虹在内 他们身上的光甲 在这一刻 瞬间就出现了无数的裂缝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无法形容的大力 如同惊涛拍案一般 向着他们排山倒海而来 而他们 如同成为了孤舟 根本就无法阻挡 轰鸣持续中 一个浑修身上的光甲 直接四分五裂 在碎裂的刹那 似乎失去了防护 他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身体就好似被山峰撞击 整个人喷出大口大口的鲜血 被直接轰飞 落地时 直接昏迷过去 实在是随着阵法崩溃 他除了要承受 白小春本身之例外 还有阵法破碎后的反噬 双重伤害加在一起 就使得此人难以承受了 随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眨眼的功夫 二十个 五十个 八十个组成阵法的这上百人 全部都惨叫中 身体被陆续地轰飞 气血翻滚不说 五脏六腑都要碎裂 尤其是修为 更是近乎崩溃一般 纷纷撞在四周的地面 或是建筑里 在那双重伤害下 一个个有出气没进气 奄奄一息 周虹也在其中 虽坚持到了最后 可还是狂喷鲜血 全身上下如要崩溃 倒退而去 阵法刹那间 直接崩溃 随着崩溃 那手持罗盘的青年 他手中的罗盘 也直接就四分五裂 而他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噬 一下子整个人就苍老下来 头发都成为了灰白后 喷出的鲜血里 都带着内脏碎块 可他毕竟是阵法的操控者 反噬比其他人大了太多 哪怕他展开秘法 用寿源化解 可还是不够 此刻绝望中惨笑一声 身体轰的一下 直接就爆开 形神俱灭 一股风暴 直接就从那崩溃的阵法中 滔天爆发席卷天地 轰轰声下 横扫四周掀起无数狂风的瞬间 白小纯的身影 直接就从那阵法内 一步走出 他头发散乱着 身上已没有那种惊人的霸意 也没有了那让人觉得危机的恐怖 可偏偏这一刻的他 在所有人眼中 却是如同仙魔一样 在他走出的一瞬 赵东山发出一声尖叫 整个人如被惊醒一般 急速倒退 不敢再停留丝毫 其他那些之前远远避开的众人 也都吸气中 纷纷快速逃散 他们此刻心头大为惊恐 实在是白小纯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与极度的恐怖 太强烈了 没有去理会逃走的赵东山 白小纯呼吸也都不稳 那一拳地打出 直接就将他身体掏空了 肉身之力全部消耗 若非是修为还在 以修为去操控身体 怕是他现在 连动下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走出的一瞬 白小纯修为运转 身体一晃之下 直接就飞出 向着那些被他轰飞的众人 一一追去 这上百人此刻全部中创 更是被白小纯震慑了心神 而白小纯虽肉身之力消耗 但修为还在 很快的 他就一鼓作气地 将这上百人 包括周红在内 都一一抓了回来 扔在了地面上 做完这一切 一股深深的疲惫 让暂停修为运转 以待应变的白小纯 眼前有些花 他使劲咬了下舌头 让自己勉强清醒一些 喘着粗气 怒视四周地面上的上百人 一而再 再而三 欺人太善 白小纯咬牙开口 声音沙哑 可却让这四周众人 已经是面色苍白 尤其是周红 看向白小纯实 如见了鬼一样 他实在无法想象 眼前之人 为何强悍到了 让人觉得无法置信 匪夷所思的程度 那是什么神通缘英镜中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秘法 这到底是什么拳 周红内心咆哮 可面色的煞白 使得他苦涩中已明白 这白号时刻都在变强 而他这里 不知不觉 已被落下了太多太多 那一拳 原本就是他的噩梦 可现在 这噩梦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愈演愈烈成为魔眼 笼罩他的脑海 不但是他如此 此地其中众人 一样在看向白小纯时 一个个都头皮发麻 骇然到了极致 他们里很多都是听人说 这白号强悍 可现在 他们算是真正知道了 传言说得不准确 这白号不是强悍 而是变态 简直不是人啊 白小纯调整着喘息 渐渐平缓地呼吸 好似鲜魔低盈 布满血丝的双目 盯着这些魂修天骄 拿出一枚造化丹 一口吞下后 他全身一震 这造化丹的确玄妙 他修为瞬间恢复 体力虽没有完全恢复 可也让他好过了不少 此刻深吸口气 他拿着永夜伞 走到了一个魂修面前 在这魂修的惊恐中 直接戳了下去 瞬间一股生机之力涌入 白小纯身体一震 肉身之力再次恢复了一些 而那魂修 则是惨叫凄厉 身体杀那就枯萎 好在白小纯打出不灭地拳后 杀星也都少了很多 这才抽出永夜伞 走向下一人 顿时 众人头皮发麻 无论是曾经练魂壶经历过的 还是没有经历过的 此刻都一个个开口 声音不断 白浩 我们有话好说 你别哀啊 白浩 你不能这样 在练魂壶你已经吸了我一次 不要不要啊 白浩 你胆胆杀我 你敢 我家老祖是天公 白浩 这里不是练魂壶 这里是葵黄城 种种声音 或是哀求 或是怒吼 或是威胁 不断回荡 使得这四周店铺的店家 此刻都在偷偷打量后 连连吸气 实际上 他们从一开始 就在关注这一站了 实在是不关注也不行 就在他们店铺门口发声 此刻看着白小纯如此生猛 一个人 居然将这所有人 都弄到了如此程度 他们也都后继发凉 越发觉得这白浩 实在是当时罕见的猛人 深不可测啊 实际上 倒也不是白小纯 强悍到了这种程度 这数百人若是一起到来 一起出手 白小纯不死也要重伤 可他们分成了三屁 而且还有一部分 如赵东山般逃走 这才让白小纯这里 看起来是凭着一人之力 强势击溃所有 第753集 蛮慌客我了 而最终的那阵法 一样让白小纯很是吃力 只能去施展不灭地权 好在有造化丹 否则的话 白小纯也都没办法了 此刻 他看着四周这些天骄 心中有气 每个人都戳了一下 尤其是周红等人 白小纯更是发了狠 连续戳了好几下 只有周红 他死死咬着牙 没有哼出一声 盯着白小纯 怎么的 你还有道理了 你奶奶的 当初在练魂湖 是你招我麻烦 之前孙亦凡与司马涛 也是你安排的 今天这一出戏 更是由你 白小纯瞪了过去 真的很想一咬牙 将这周红灭了 可却不能不去考虑 对方的老子 你要不是 有个半神老子 你白爷爷我 早就灭了你 白小纯哼了一声 在这周红身上 又多戳了好几下 直至将这周红的生机细的 只剩下一丝时 他体内的脆骨 第九重天 猛地拨动起来 白小纯立刻罢手 感受体内的不死骨境界时 立刻感觉到了一股暖流 瞬间从自己 全身骨头上散出 游走全身后 他身体一阵 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肉身 无论是力量还是防护 似乎强悍了一些 同时 他的脆骨境 也就此突破 真正踏入到了利骨境中 哼 你没有背景 我也有背景 不死骨境界提升 这惊喜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会让白小纯很激动 可现在 他嘴上虽这么说 可心中却敲骨一般忐忑 很是发愁 巨鬼王 你这次可一定要靠谱啊 不然我这次就真的危险了 我虽不是你儿子 可我是你女婿啊 都说女婿能顶半个儿啊 白小纯长叹一声 觉得烦恼无比 实在是这一次 他觉得很委屈 这完全是无妄之灾 他什么也没做 在家里好好地练火 可偏偏 这些人脑袋有问题 全都跑来打自己 我能怎么办 不还手 我就被他们弄死了 我也不想杀人 那是意外 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悲催 可偏偏此刻还不能逃走 一旦逃走 就真的是没了路可走 一想起 自己若是混到了 被蛮荒通缉追杀的程度 那还不如直接 掳出身份 告诉别人 自己是白小纯呢 若真是到了那个程度 我也太失败了 这蛮荒刻我啊 两个身份 居然都要被通缉 白小纯想到这里 真的想要嚎啕大哭 然后又发愁自己的修为 他现在不敢去练灵渊阴云了 再练下去 谁都知道他 就是白小纯了 怎么办 头大啊 白小纯叹了口气 赶紧给巨鬼王传音 告诉对方 自己杀了人后 巨鬼王那里也沉默了 好办上 才骂了白小纯几句 赶紧去处理 听到巨鬼王还能骂自己 白小纯心里反倒有些安慰 琢磨着 也不枉自己对巨鬼王忠心耿耿 还有许山 以及陈漫瑶 这两个是霍端啊 白小纯想到之前争斗时 四周那些人里传来的诸多话语中 有不少都提起了二女 他就已经明白了不少 他们引起的麻烦 自己却跑了 白小纯想到这里 更委屈郁闷了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面色一变 抬头时 整个苍穹传来轰鸣巨响 一股股惊人的威压 直接就从四方降临而来 更是在那天空上 此刻出现了两张巨大的面孔 一个中年 一个老者 随着他们的出现 天人气息强烈无比地爆发出来 形成了封锁 使得这四周的天地在这一刻 好似成为了困牢一般 天人白小纯目光一缩 他知道 这是那些天骄背后的家族来人了 而这两个天人 显然就是魁皇城的十大天空中的两人 在这两个天人出现的同时 更有一道道半部天人的气息 也在这四周急速而来 甚至还有仿佛被杀戮至保所定的危机感 也在这一刻 让白小纯这里双目一闪 两个天人 九个半部天人 还有无数魂修白小纯 内心哐当一声 他明白 这里是魁皇城 是整个蛮荒强者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 看似天人经常出现 可实际上在整个蛮荒 天人也就只有这么一些而已 白小纯紧张 可他四周如周虹等人 一个个碎皮包骨 可在看到那两个天人 以及四周的无数强者后 虽如今身体无法动弹 可那激动之意 从目中可以清晰看到 此刻的苍穹上 那两个到来的天人 他们望着白小纯四周地面上的众人 看着那一个个生机大损的样子 尤其是在里面看到了自家的紫四 他们的面色也都难看了 目光很快地 就落在了白小纯身上 再看向白小纯的刹那 一股杀意 骤然散出 以他们的身份 不需要亲自出手 只是来到这里 就已经是姿态了 将这白号 拿下 那位天人修为的中年男子 淡淡开口 其声音如有天威 在传出的瞬间 就轰鸣八方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四周那九个半部天人的天猴 也都一个个杀意弥漫 他们也看到了 在下方的人群内 自家的紫四天骄 尤其是 其中有两个天猴 他们的墓中已是通红 显然是知晓了 他们家的紫四 已命丧此地 眼下随着那位天公的话语 这九人立刻就化作九道长红 直奔白小纯而去 白小纯呼吸一致 此刻来不及多想 身体刹那就倒退开来 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 他之前所在的地方 传来一声轰天巨响 大地崩溃 虚无坍塌 直接碎灭 若是他躲得稍微慢了一点 必定就会被牵连在内 白小纯心底焦急 可如今他没别的办法 只能去相信 巨鬼王可以处理此事 身体急速后退时 那九个半步天人的天猴 已骤然杀来 这九人 与当初的小圣王不一样 小圣王公孙毅 当初与白小纯一战时 是临阵突破 刚刚踏入 境界并非稳固 而这九人 身为天猴 不但是彻彻底底的半步天人 更是在自身境界中 禁宁多年 哪怕在半步天人里 也都是佼佼者 任何一个 都能与白灵媲美 若是单独的话 白小纯有把握战胜 可如今九人一起出手 就让他这里 头皮发麻 只能后退 轰轰轰 这九人出手极为狠辣 没有丝毫轻敌 直接展开杀手锏 一时之间 日月无光 虚无变化 种种术法神通 好似要将天地轰开 如同一直有着 九根手指的诡异大手 向着白小纯那里 不断地射去抓去 这大手极为恐怖 让白小纯这里心惊肉跳 他有种预感 一旦自己 被这大手抓住 那么一捏之下 就算是自己的肉身强悍 也要形神俱灭 巨鬼王 你要再晚些化解此事 我的小命就没了 白小纯内心尖叫 额头汗水不断流下 在那巨响回荡中 身体急速移动 他明白 只要自己慢了一下 必定就会 被那九指大手 一把抓住 有本事一个一个来 白小纯心底颤抖 可嘴上却大吼起来 身体再次后退 好在他肉身速度惊人 配合修为运转 使得这速度更快 且最重要的 他的不死骨境界 已从脆骨突破到了利骨 使得肉身更为强悍 在这速度的表现上 也比之前快了一些 如此一来 他的四周 在这急速的移动时 就出现了大量的残影 竟凭着一人之力 在这九大天猴的神通下 虽无法反抗 可却能在这闪躲中 拖延时间 这一幕 让那九位天猴皱起眉头 九人一起出手 本就已经是高看了对方 可如今此人的速度超凡 竟让他们短时间无法追杀 眼看如此 苍穹上的那两个天宫 面色顿时更沉 那中年天宫冷哼一声 其漂浮在苍穹上的巨大面孔 此刻瞬间凝聚在一起 竟化作了真身 此刻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逃窜的白小唇 淡然一指 在这一指落下的瞬间 远处红尘女的声音 带着怒意 骤然传来 陈浩松 住手 第754集 天随人愿 这向着白小唇出手的天宫 正是陈雄的长辈 魁皇城十大天宫中的陈浩松 魁皇城的十大天宫 都是天人觐见 且并非寻常天人 而是天人大圆满 他们十人 就是魁皇城的重要底蕴 远非聚鬼城的三大家族的老祖 与无常功可比 就算是红尘女 若论修为的身后 也都不是对手 只不过红尘女的父亲 毕竟是聚鬼王 这是她的底气的同时 在她的身上 也拥有聚鬼王给予的 能让她在天人大圆满的面前 也能有一战之力的质保 可这质保 只是让她能在天人大圆满的手中周旋 若要去保护某个人 就极难做到 尤其是此刻这陈好松已经出手 这就让急速而来的红尘女 面色一变 只能急速开口阻止 但陈好松目光微微一闪 眉头轻轻一皱 红尘女那里的人情 她之前已经还了 而眼下对方出现在这里 显然又是为了这白号而来 她更是清楚 红尘女或许本身是不愿的 这背后必定有巨鬼王的身影 一个死人的话 不知道巨鬼王 还会不会为她出头呢 陈好松冷哼 对于这白号 她如今虽是首次看到 可心中的恶感早就存在 那八千多万魂药的豪赌 让她很是难堪 此刻根本就没理会红尘女 这陈好松手指不但没有收回 反而速度更快 向着白小纯进直直去 几乎在陈好松一直落下的瞬间 白小纯这里脑海直接轰鸣一声 之前陈好松没出手时 她只是感觉死人与那老者 威压很重 但现在随着对方出手 白小纯面色猛然大变 她立刻就察觉到 这陈好松可以说是 自己所看到过的天人里 最强的一个 甚至她的这一指 看似没有引动天地意志 但偏偏的这一指 给白小纯的感觉 是必定会轰在身上 无法闪躲丝毫 仿佛天随人怨 而实际上 这就是天随人怨 这也是天人中 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她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也无暇 距离会身边四周那九个天猴 此刻整个心神里 都已经是惊涛骇浪 全部都是这惊天动地的一指 在她的眼中 这一指已经取代了苍穹 无限之大 她的落下 似天地坍塌在了自己身上 那种感觉 似乎身体以及灵魂 都要崩溃爆开 危机关头 白小纯发出很利的嘶吼 那种强烈的生死之感 让她立刻就明白 若无法对抗这一指 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来不多想 白小纯嘶吼中 直接就取出了 那把巨鬼王给她的黑色长枪 这把练灵十六次的长枪 在被白小纯取出的瞬间 她没有拿在手中 而是猛地扔出 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 直奔来临的陈好松的一指而去 做完这些 她根本就不去看结果 身体急速后退 在这后退时 她一只手取出涌夜伞 猛地撑开后 另一只手则是在退后中 到了周虹身边 在周虹面色大变中 白小纯一把将周虹抓在手中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都是眨眼间发生 几乎在白小纯抓住周虹的刹那 一声汗天巨响 惊天动地的雷鸣般炸开 就是那把十六次练灵的黑色长枪 在半空中 与陈好松落下的那一只 碰在一起后 爆发出的滔天风暴 轰轰 碰碰 这把练灵十六次的黑色长枪 肉眼可见的寸寸碎裂 顷刻间就直接被摧毁 瞬间粉碎的同时 那根手指 也不由地暗淡了一些 毕竟 这是练灵十六次的质保 若是换了寻常天人 怕是这长枪的碎面 就可化解天人一击 只是这陈好松是天人大圆满 他的出手 更为强悍 随着黑色长枪的崩溃 这虚幻的手指 瞬间再次落下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狠狠地按在了永夜伞上 巨像再次隆隆而起 永夜伞的防护 没有坚持多久 整个伞身就被撕裂开来 其上 那被面具之力 掩饰模糊的四哭非哭 似笑非笑的鬼脸 也都尖叫一声 从伞身上脱离 向着那手直猛的一口吞噬 只是这吞噬 如同蛇吞象一般 那鬼脸很快就轰然崩溃 伞身彻底被摧毁 可此伞的伞骨 却不知是什么材质 竟在这一刻 依旧不损 白小纯心痛永夜伞 立刻收起 身体借助这撞激励 再次后退时 那手指被连续两次削弱 此刻已暗淡了大半 再次临近时 周红发出七粒惊恐之音 被白小纯直接放在了身前 我就不屑 你敢杀一个半神之子 白小纯大吼一声 同时在收起永夜伞的瞬间 取出了一枚造化丹 拿在手中 这一切太快 天空上的陈好松 眼看白小纯将周红挡在身前 面色陡然间变得极为难看 不由得目光一闪 这一闪之下 那虚幻的手指 竟在这暗淡的基础上 自行消散了一半 更为虚幻后才 直接点落在了周红身上 可却不知为何 在碰触周红后 竟穿透了她的身躯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一指中落下 在这落下的刹那 白小纯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 一把将造化丹放入口中的同时 她的左手 直接就一拳向着来临的虚幻手指 直接轰去 闷闷地声响 在这一刻 好似要破开苍穹一般 回荡四方时 白小纯全身狂震 喷出鲜血 身体内传来咔咔之声 直接倒退而去 可在她退后的同时 造化丹的力量随之爆发 她的伤势在不断地蔓延时 又被立刻恢复 退到了百丈范围后 白小纯身体停顿下来 抬头时 她面色苍白 急促地喘着粗气 可伤势竟已然痊愈 看似毫发无损 可实际上 白小纯的心中 此刻极不平静 她发现自己对天人的了解 还是太少了 天人与天人之间 明显差距极大 这陈好松 应该就是真正的天人大圆满 尤其是她方才的出手里 那种整个苍穹都压下来的感觉 极为可怕 白小纯抬起头 看向半空中的陈好松 心脏此刻还在加速跳动 可同时也有不服 以大七小是不是 哼 等我成为半神后 一定要以大七小去报仇 在白小纯这里哆嗦时 她手中抓着的周红 身体更是颤抖 她方才已被彻底地吓个半死 那天人一指地来临 让她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此刻劫后余生 对白小纯这里 她已经是畏惧到了极致 她已经真切地看出了 眼前这个白小纯 就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疯子 与此同时 一道赤色的身影 从远处刹那来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正是红尘女 她之前完整地 看到了白小纯对抗这一指的过程 心神也在不停震动 看向白小纯时 她忽然发现 自己似乎对这个白号的了解 真的很少很少 而偏见则占据了大半之多 陈好松 我奉父王之命 保护白号 红尘女知道此刻紧迫 收回看向白小纯的目光 压下心中之前升起的震动 猛地看向半空中的陈好松 四周寂静 白小纯化解天公一指的 这连串的手段 让四周那九个天猴 纷纷面色变化 心底吃惊不已 那手段看似寻常 可要知道 这是在眨眼间 就必须要想到的 近乎本能一般 这就非常人所能及的了 这需要的 不仅仅是机智 极致 更需要极致极深的战斗本能才可 而白小纯这里的战斗 本能在这一刻 立即就被众人看在眼里 越发心惊 这一幕 也让那陈好松皱眉 暗叹一声 白小纯的强悍 让他也有吃惊 只是以他的身份 出手一次就可以了 就算是他想继续出手 也因红尘女的到来 不好太过刻意 毕竟在红尘女的身后 站着巨鬼王 只是这些念头都在心里一转 表面上 他面色沉了下来 看向红尘女 你保护不住 陈好松淡淡开口 此事我负一请示大天师 再没有大天师的指引前 我虽保护不住这白号 可陈好松 你敢再出手一次吗 红尘女目光一宁 露出寒意 第755集 我不是白号 陈好松双目微微收缩 诚如红尘女所说 此事既然巨鬼王 已经请示了大天师 那么在没有大天师的指引前 几乎没有任何人 敢去动这个白号了 之所以说 几乎是因为 在这奎皇城内 还有一个人 也只有一个人 有无视大天师的资格 可这个资格 就算是此人 也不敢去用 此人 就是当代奎皇 白小纯看着红尘女与陈好松 她觉得自己 还没从之前 陈好松的出手下 缓过神来 如今又开始忐忑了 整个人已经在心中 哀声叹气 郁郁愁苦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这小命 今天到底能不能安全啊 白小纯焦急不安 实在是知道此事 都闹到了大天师那里后 她就心中敲鼓 关于这大天师 白小纯在蛮荒 虽没见过 可她知道对方是谁 当初在逆河宗时 陈满瑶的师尊 那个老者 曾出现过倒影 虽因投影通天河区域 使得白小纯当年 看不出那老者的修为 可如今回想起来 这种手段 岂能是简单的了 此刻心里坠坠不安时 白小纯脑海快速转动着 考虑一旦不妙 自己如何逃出奎皇城 怎么办 怎么办白小纯焦急时 陈好松取出一枚传音御简 也向着大天师传音 其旁那始终观望的天宫老者 也沉引一番 取出御简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 可在这安静中 白小纯的压力更大了 他觉得自己太倒霉 太无辜了 自从来到了这奎皇城后 自己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可麻烦还是不断 在这场面出现僵持时 在这奎皇城的天空上 那片凝聚了整个蛮荒最大权势 代表至高无上的皇宫中 此刻于旗内的一处大殿里 有一个看似平凡的老者 正盘稀坐在那里 目中露出沉思 这老者 看起来虽苍老 可他身上的气息 却诡异地 让人无法产生任何老迈的感觉 仿佛一旦散开 就可以笼罩整个奎皇城 他的衣着简单 只是一套白色的长袍 没有多么奢华 可这简单的白袍 却是足以让蛮荒的任何人 在看到后 都会心中紧张 因为这一切 都源于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 使得哪怕平凡的衣着 也都如同星河披身 他 就是大天师 他此刻低着头 手中拿着一枚传音预检 有关八十九区的事情 太多的人向他请示 这本是一件不算太大的事情 可却让大天师思思索良久 甚至想得更为深邃长远 有点意思 伴赏之后 大天师忽然笑了 只是这笑容有些冰冷 而其目中 也带着奇异之盲 围绕在这白昊身边 居然能引动如此风波 巨鬼王要招他为序 玲玲王为稀奇女念头 要老夫处死此人 九幽王的儿子 策划杀劫四大天王啊 如今为了此人 有三位牵扯进来 更不用说 这一次八十九区的事情 几乎涵盖了整个奎皇城内 几乎所有的天公天侯了 就算是正主没有出现 可其族内的子嗣 也都出现了 一个白昊 居然能掀起如此风浪 有点意思 而这源头 既是这白昊 同样也是那两个 不安分的皇子 两个皇子的背后授意 利用了周红 以这白昊作局 就使得这么多人 如此卖命的此迹 怕是那两个皇子 还想不出来 这种借势的做法 除了奎皇 老夫找不出其他人 可以玩弄得如此巧妙了 大天师母中寒芒更浓 抬起头 看向这片皇宫的深处 不甘心做一个傀儡 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去达成一些暗中的联系吗 可惜啊 你不知道被你利用的 这个白昊 他的身上谜团之多 匪夷所思 此人的身份 是白小纯的可能性 已经是最大的了 偏偏在老夫 准备调查的时候 他竟出现在了奎皇城外 展现出了明皇权 大天师眯起眼 此事让他心中不平静 明皇 你是在告诉我 让我去相信 他们大天师沉默 伴赏之后 他在脑海里 将白昊的身份可疑 以及与明皇的关系 压了下来 将心神重新放回到了 八十九区这件事情的本身上 看来 奎皇城安静了太久 奎皇又动了心思了 那么这满朝文武 又有谁心向奎皇呢 大天师的目中 露出阴冷之芒 低头看着遇见 目光一闪 这白昊他几乎是得罪了奎皇城内 所有的权贵了 毕竟炼魂狐的事情 他算是触犯了众目 既然有那么多人要让他死 老夫偏偏要让这白昊活 而且活得更好 大天师忽然笑了 白小淳得罪的人越多 就越代表 他几乎成为了孤家寡人 你是白昊也好 白小淳也罢 这不重要了 这样的人成为孤臣 对大天师来说 是好事 且又有明皇的暗示 这就让大天师的心里 对于白小淳 开始有了拉拢的心思 最巧妙的 是白小淳的身后 还有巨鬼王的影子 这就让大天师的心中 更为满意 他若与那周子墨 真的成为道理 我还要迟疑 可他们二人 不可能 大天师笑了笑 他知道 这白小淳是一把好刀 很适合自己如今 在这奎皇又起了 心思的时候去用 这样一个满朝权贵 都得罪变了的人 一旦自己这里给了他机会 又让他认为 自己是他唯一的靠山 那么他就必然会死死地 与自己捆绑在一起 且他通过白小淳 在巨鬼城的那些 抄家的事情 也看出对方的性格 必定会借助权势 去报仇的同时 也帮自己找出与斩断那些 与奎皇案中勾结之人 想到这里 大天师已有决断 抬头时淡淡开口 来人 去一趟八十九区 传老夫法旨 任命白浩为监察使 掌千军 再传他来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